我們回來講這場罷工 剛剛安安也講了 其實他們承受非常大的壓力 這場罷工沒有贏家只有輸家 是相輸比較多而已 對 那我們從來沒有看過 一個罷工的一個活動 浪費這麼多的一個社會資源 結果最後結果是找不到贏家 大家都是輸家 所以這次長榮航空開始清理戰場 第一個先向工會幹部求償 求償多少 求償5.78億 就每天3400萬的一個損失 乘以17天 據說他們告到底 告到底 我認為應該告到底 因為我們剛剛也聽到議員 等等的一個講話 我覺得這個工會真的太惡劣了 他們都這歎幾樓座而已 都好像現場說所有的工會 都罷工 但是你如果這次罷工 你能夠替長榮航空公會 能夠爭取到應有的條件 那我給你鼓鼓掌對不對 結果你是大輸一場 本來八項訴求 八項訴求通通沒有得到什麼 跟當初6.29號的六大方案 完全都是一樣 根本沒有得到你想得到的東西 嚴格來說不是都沒有得到 而三航所得到的這個部分 不需要透過罷工也可以得到 他們如果只是跟公司進行協商 協商什麼協商疲勞航班也好 協商說他們希望在人評會裡頭 能夠有一個角色 這些都可以透過協商公司 就會答應了嘛 你不需要用這麼樣激烈的罷工手段 所以罷工之後有沒有得到罷工 這17天抗爭付出這麼高代價 所要得到的呢 沒有 這八大訴求裡頭沒有任何一條 是因為你透過罷工 而且必須透過罷工才能得到的 沒有錯 這八項裡面 它真正現在有改善的 第一個就是你剛剛講的 北京 東京變成過夜 那個也是在一般的公司內部 就可以解決了 禮堅持25天的一個會務價 還有人評會增加一個賠審委員 然後未來變更勞動條件的時候 跟公會協商 這些都是在內部公會可以解決 為什麼要外部公會裡面 然後2300個來罷工 然後造成整個社會的損失 是超過60億以上 那有必要嗎 而且這裡面有多少的 政黨的色彩在裡面 還有100個律師來講說什麼 你們 你來晚了 你這些律師 你現在支持的這些公會 搞成整個社會這樣 你們這些律師自己要去 門心自問一下 好 我們來看到這八大訴求 他們最想要的 一個是日資費 調高日資費到150塊 沒有拿到 他們最想要的是勞工董事 要增設勞工董事 沒有拿到 所以其實他們最想要的 還包括禁搭便車 這三樣是這一次主要的訴求 其他公司才的 那是保重而已 這三樣訴求有一樣拿到嗎 沒有 所以很多人說這一次 公會所進行的罷工行動 其實根本就是全盤皆輸 沒有錯 我們不是大陸說 會算不算 他抽米跟人家換錢 沒辦法吹過倒塌 就是這次的霸風 所有的都輸了 公司 還倒塌嗎 是啊 和你工會也倒塌了 你看你剛才說的 什麼國政家座出錢 什麼傑夫兩百 什麼都沒有 你沒有得到任何東西 公司給你的 給你的就是 現在300塊到500塊 就是在你那個儲勤獎金 如果一天300塊 如果是過夜的500塊 這樣加起來 一個空中小姐 一年可以多少 差不多五萬幾塊 五萬幾塊 結果年總獎金不去了 今年要調薪2千塊不去了 算算的一個空中獎減多少 優惠機票不去了 對啊 每一個人一年有一張 有一張完全不用費用的 飛機票沒了 然後一折的機票 也沒了一折的機票 那是不限賬數 所以一折的機票沒了 不要錢的機票沒了 調薪沒了 年終沒了 那多了飛勤 飛安獎金 有人說大概3萬 有人說5萬 不管3萬還是5萬 這個跟你飛勤的是長途安 短短短短 差不多3萬到5萬 不管是300還是500 反正算算的 稍微就倒貼了 對啊 你現在年終獎金 其實一年是9萬 差不多12萬 七十五萬 就你剛才說的 看你背長 背久到你的年資 我跟你講 飛機票不算 已經要9萬了 對啊 因為他們一年的年終有4個月 以他們底薪3萬塊 4乘3有12萬 12萬 扣掉你可能每一年多3 4萬 你只要這部份你就要9萬 更不要說沒有調薪 還沒有機票了 對 這樣犧牲多少 犧牲公司到這段 已經算是30億了 營收30億了 犧牲27萬8千的旅客的 旅遊的方便 跟他的旅遊的不便 另外台灣兩三百公司 通通中槍 都來 和我們一千一百五十萬的 我們的勞動 我們的新的勞退機制 勞工 新的員工 大家都想想怎麼說 因為這次長榮的股票 露5.35億多 增花了35.35億 結果 我們這個新的勞動基金 他有2%的股權在裡面 結果今天算 減多少 減7千萬起來 等於我們所有有參加 新聚勞退基金的 對 通通中槍 中槍 都中槍 對 都中槍 所以說這場的鬧劇一場 為目的是什麼 在到什麼 我們全部在到 整個全國這樣 無到外國集團 這樣全勝第一次 最大的百天 造成整個空中 這樣整個無到外國集團 這樣 你何必要發動這個戰爭 所以現在工會他們是 為罷工而罷工 剛才我們議員也在說 為罷工而罷工 而這些所有長榮工會的人 他們這些空節 既然有人要貼我出來 我沒有要做庫船 我就來罷工看看 就投票 投票下去 2千3百 2千3百50億 2千3百50億 對你走 你今天要帶去公民的地方 結果 無效 你跟我說的 八項訴求裡面 金本我都沒得到 沒得到 這樣 貨幣 外國集團 你這樣 你貨幣 你貨幣一空 三個都沒有 但是這也跟長榮本身 他的文化有關係 因為過去 張榮華 他的發肌的過程 我告訴你 長榮就是很堅定 他就不在幫你信 30幾年前 你罷工的時候 張榮華就說 我給你們 大家可以溫飽 那你如果要罷工的話 我告訴你 我沒有要插座 甚至在2007年 民國八十一年的時候 長榮的榮運 第三經公司 叫做榮運 榮運就是在 打火鬼 榮運 他在南蓬那裡有 八千一百元的土地 在全國加起來有 兩萬六千元的土地 那個時候 民國八十幾年 大家都在插什麼 插祖山國 那市場有一個作曲 阿丁 阿丁是什麼人 陳賢寶 就是我們市場那時候 有一個 產經新聞的主筆 他就 一直去買 買到這樣 差到百多塊 百多塊的時候 他就去叫張榮華說 張榮華你要把他買到回 張榮華不要插 他說 如果不要插 我告訴你 我現在高分比你比較多 可能你這間公司會變天 他說沒關係 你變天的時候 我跟你說 你公司拿起的第二天 我所有的完工都失頭了 你只要一間抗卡的公司 張榮華就要馬上 都去跟那時候的總統李定輝說 他說 這明明我一個正常的公司 他來幫我插我的股票 所以調查局調查 阿丁就開始懲害 另外那年 你知道阿丁支持 七個立委 七個立委支持 六個條 所以阿丁他說 我才有六個立委 幫我做抗酸 所以他也沒在怕 後來 動用到什麼 動用到雍禄都的當事 陳崇光先生出來喬 喬了 長榮就像阿丁的股票 用另外一個比較合理的價值 買到回去 所以你如果 為張榮華過期的個性 你就知道說 如果今天張榮華 跌倒的時候 這次的白工 一樣 不可能 答應你什麼程度 所以說我們 由張榮華的發跡來說 你就知道說 因為他的人 就是那種默契的人 張榮華當初 他做 他是怕準 怕得做大富 他大富 大富的時候 他到四五十歲 他想要自己創業 自己創業的時候 說什麼時候 張榮華沒什麼錢 他不是陪亡人 沒什麼錢 那個時候 外人在戰爭 外人戰爭 美國跟外人在戰爭 因為我們台灣 那個時候 美國跟我們邀請 有一些東西 包括我們中華人 公公公司那時候 都利用這樣 背去外人 結果四百肥的基礎 但是我們就有一些東西 要準備送去外人 要怎麼樣 沒人敢殺 什麼人敢殺 張榮華敢殺 那時候是什麼人 一碗 就是我們政部局 我們情報局 這是什麼人家說的 這是張有化說的 張有化 他曾經了解這件事 第一天 就是我們情報局 跟張榮華先生兩個合作 專門都走這條線 你這種 這種的 利潤都很高的嘛 走走走走走走到 一個外人戰爭 一個戰完的時候 情報局說 不然這台前 總會賣你 總會熟熟 總會賣張榮華 總會就第一台前 之後他就賣兩台 變三台 中東戰爭的時候 我日本有很多這些機械 要送那中東 沒人敢送 因為我告訴你 那不是紅衣穿一半 那整個都穿紅衣 去南一四 就是回來這樣 張榮華 照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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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利潤都很高的嘛 走走走走走 他就開始做準對 做準對的時候 銀行要貸款 他說你太少錢 你不夠力 但是日本 我們外公 外公的輪船公司 他說沒關係 我背書 所以他就開始慢慢 十六年 他創業 變全世界最大的貨櫃船隊 所以日本人說 他說張榮華 這個人給你答應 今天跟你說的 絕對不改變 說怎麼樣 做得怎麼樣 做得夠 所以理論上來講 如果這次張榮華在的話 你們這些八天 也不太好過 所以我們剛才說 我們當初你不是在靠 什麼回去的被秋後算帳 結果你現在就要跟秋後算帳 要反了 有可能 我們現在看到的消息 當然你如果說什麼 你名字被變照 不管怎麼樣 看起來就是 你現在回去準備怎麼樣 準備對我們這些來賓 我怕死 我以後都不像你們的航空公司 另外 你對當初那裡跳船 或是當初不支持的 你要反霸靈 這樣對 這樣跟你們長榮的文化 對 你這個公司真的要跟母后堂 你們怎麼會送你 所以說這個時候 我們從這一次的罷工 我們也發現到 我們政府 哪對這種的公共事業 不管交通的 或是說什麼 你後 我鐵路我也要罷工 我高鐵也要罷工 我工廠也要罷工 我所有的公車也要罷工 捷運也要罷工 台灣就已經一盤散沙 所以政府應該制定一個 非常好的罷工的政策出來 那不 讓他們這些工匯這些幹部 這些有政治色彩 要出來選立委 要出來選市長 還有什麼政黨 進入下去 我跟你講 整個罷工都變掉 都怕歪掉 怕歪 我們這個社會 大家都驗頭 好這次罷工 其實走到第17天的時候 我並沒有樂觀預期 他們會協商成功 那內轉的關鍵 很多人說 跟新語航空有關 我們剛剛看到了 他們當初出來罷工 爭取的八大訴求 我們也談到全盤皆輸 所以我們也讓導播給觀眾朋友看到 最後他們到底簽了什麼結果 為什麼說他全盤皆輸 因為他們什麼當初要的都沒有要到 而現在要到的 根本不用透過罷工也可以要到 逆轉的關鍵 會不會是跟新語航空有關呢 對阿關 我們在上個禮拜也討論這個議題 那張國偉回應了 那中國偉當然先講說 台灣的印書業 四面繁台 勞資對立 大家都希望趕快的和諧的落幕 但是張國偉強調 這不是新語航空 他說 不是在這個時間去爭取這個航權 而且相關的作業辦法 也不是如此定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張國偉的說法 他說 如果新語的存在 真的像媒體所講的 可以讓老資雙方結束這一場 荒腔走板的罷工 那真的是新語對社會的第一件貢獻 我想 張國偉絕對不會主動在這個時候 稱人之為 但他有沒有可能 成為政府解決這一次罷工的棋子也好 或者借刀殺人也好 或者是借新語來解決這件事 沒錯啊 其實我覺得張國偉坦蕩蕩的一定不會趁這個地方 趁人之為 這個我們可以肯定 問題在於我是交通部 今天有一個新聞 他說 林家樓當時說要調整航權的時候 交通部其他的官員 在其他這個什麼 私下是捏一把冷汗 因為你不可以這樣做啊 交通部是憑哪一條法規 可以調整這個長龍航空的一個航權 不可以這樣做啊 但是 我們看到結果 他落幕了 落幕當中 其實你說 所以林家樓為什麼突然講那句話 對啊 那句話如果沒有殺傷力 那他就不用講 那如果講了有殺傷力 就表示 確實有可能被調整 那被調整 我說實在台灣只有兩家 國家航空公司目前 一家是華航一家是長龍航空 如果林家樓說來 長龍航空女友再不落幕的話 那這個航權有可能要被檢討喔 航權航線被檢討 被檢討如果要被拿掉 拿掉才會怕 拿掉難道是給華航嗎 敢給華航嗎 那給華航 今天長龍航的說什麼 你政府賺我 賺我出事 你賺我打結啊 因為華航的官古色彩很重要 就是政府的嘛 這間公司是國家的 你家在長龍航空落難的時候 把這個好處把這個肥肉送給華航嗎 當然不敢嘛 紅沒了沒戲 所以當他講這句話 言外之意 很容易讓長龍航空 或者外界解讀 你就是要給誰 要給星宇嘛 因為這兩間公司 只有這兩間嘛 未來只有第三間就是星宇 雖然台灣走國際航線只有這三隻 你家是未來即將要在明年一月飛航的 對啊 不是給他給誰 沒錯啊 台灣過去 尤其國際線的天空 大概就是雙雄對決嘛 華航跟長龍航嘛 未來是三雄嘛 未來就是三雄鼎立嘛 三國鼎立啦 好 那這個地方誰會得到好處 越亂的時候 心理航空崛起 其實張國偉自己都講說 他未來要在什麼 從2020年 就明年喔 要大鬧天空 哇 他自己講這個句話喔 大鬧天空還是大鬧天空 大鬧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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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他說我的管理啊 風格跟長龍航不一樣喔 對不對 長龍航是日本家長式的管理 我是怎麼樣 跟一線基層的員工 打成一片 那把他取分了 再過來有人說 以前啊 你這個長龍啊 都是買這個波音的這個飛機啊 怎麼你現在啊 買空吧 他當然解釋說 不是啊 我不是啊 說這個捨不得飛機啊 讓長龍航空去維修啦 免得啊 我離開了 我還要讓他轉手 當然啊 不爽 這個大家太吼韌了 他是說怎麼樣 過去呢 長龍航空的時候呢 這個啊 777X的這個機型沒有出來 那現在的話呢 他會覺得說 A350 就是空吧這個機型 所以畫面上這就是A350嗎 對啊 我們剛剛看到A350 所以這就是將來 新雨要飛的主力行 對 他現在簽訂喔 跟空吧準備買5架 350900 5架 12架是A3501000 哇這更厲害 他們說這個是怎麼樣 你知道 最科技的 最節能就省油啦 然後呢 最環保 最寬敞 最安靜的機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來看一下 好我們來看 其實關鍵還是在航權 關鍵還是在航線 這就是一家長龍航空公司 以及華航 或任何一家國際航線 最重要的命脈 我們回來看 亞洲有多重要喔 因為 新雨主打的就是亞洲線 亞洲線就是黃金線 我們來看 亞洲航空市場有多熱 這一次呢 新雨有講 他們最新要飛的 就是亞洲線 可能是日本 包括泰國 甚至於越南 我們來看 亞洲線 佔整個2016年的 載客量全球的佔比高達35% 20年內呢 在航空市場 光光採購的產值 亞洲就佔了4成1喔 亞洲的航空公司 在採購上 就佔了全世界的4成1 我們再來看世界五大黃金航線 就是張國偉想要的嘛 來 吉隆坡到新加坡 香港到台北 亞加達到新加坡 香港到上海 亞加達到吉隆坡 通通在亞洲嘛 所以剛開始 新雨就是要打亞洲嘛 對啊 這個張國偉打響第一炮 一定是從亞洲嘛 那這一次啊 有很大的一個機會 你看喔 主管機關核准的 也都是亞洲線 然後 站穩了亞洲 張國偉的新雨航空 假如能真的賺錢了以後 慢慢把這個航線 擴展 也許北美 或者到歐洲嘛 那個是下一個階段 但是有人講說 張國偉真的厲害 光從一個什麼 HELLO KICKI 我很喜歡搭那個 HELLO KICKI的飛機 還停在那個 你是太腫欸 你要搭HELLO KICKI 沒有 有帶小孩啦 有帶孫子 有帶孫子 遠遠看的話 機身 到這個座艙裡面 都HELLO KICKI 大家太喜歡了 用餐那個餐具啊 也是HELLO KICKI 塑膠的 你可以帶走 就是衛生紙也是是真的嗎 對啊 衛生紙上面也有啊 對對對 任何東西 但是有人太喜歡 HELLO KICKI 連枕頭都把它拿走 最後要想想不行啦 那乾脆用賣的 就可以賺一點錢回來 所以張國偉認為說 他的新雨航空 未來要打造成台灣的什麼 阿聯酋 阿聯酋航空那個是很高檔 頂級的欸 對啊頂級的 那一年來亞洲 只是錄取 兩位啊 或者幾位的這個空姐 門檻很高 但是呢 張國偉啊 信心滿滿 也有人吐槽 張成立的時候 這個2017年 華航的總經理啊 跟他吐槽說 暗酸啊 張國偉 你去弄訓航空啊 先找一個破產的律師來吧 欸 欸 人家唱出來 換句話說 華航他們認為說 台灣的航空已經很擁擠了 不容易賺錢 這時候張國偉殺進來 張國偉的說法是 他們最怕我 對啊 不論張國偉還是華航他們都怕我 他們想辦法卡我 那不管怎麼樣 最後我們樂觀其成吧 我覺得天空啊 對更擁擠的話 競爭越激烈 其實對消費者來講 反而是一個保障嘛 好 我們還是回來看 他們到底最近又簽了什麼 因為我們一直沒有機會 讓觀眾朋友看一下 很多觀眾朋友一定想知道 到底 霸了半天 霸了17天 最後簽了什麼呢 就是三回 公會說三年絕對不會罷工 然後這個不太重要 國內航線將來不會罷工 那短班呢 每一趟加300 越樣每一趟加500 這叫做 非安撫勤獎金 然後其他呢 就是什麼定期勞資互動 人評會 可以參加 大概就是這樣 反正大部分都是 都是不太重要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 官場文化的那個字眼 那真正關鍵的 就那300跟500吧 就是這樣子 其實在當下的時候 我們在7月5號那天錄影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知道 大概會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然後各位講那個航權的地方 其實蔡總講的沒錯 娟姐講的也沒錯 他的確航權那個只是一個幌子 只是一個棋子 雙方都需要一個下台階 重點是雙方都需要一個下台階 政府需要一個理由 要進入這個協商裡面 所以雙方都需要下台階的時候 長榮要怎麼下台 長榮下台就是 讓大家以為是航權的問題 所以他下台了 但是工會要怎麼下台 工會的下台其實是第一個 工會三年不能罷工 但是他其實有個彈書 他有個彈書 那個彈書是我唸一下 還是你可以看一下那張表 我畫的那張表 好 我們來看 請各位看一下第三點 乙方承諾三年內 不得發動爭議行為 但甲方經過中央主管機關裁定 違反公會法第35條 團體協議法第六條 第一項者不在此限 那個彈書就是工會的下台階 但這個下台階呢 事實上是勞治正義處理法 第53條第二項 也就是說你根本不用訂 就有法律規定了 有法律規定的情形 你還特別去訂了一樣東西 那是為什麼 那就是下台階 反正都寫一些文字 看起來好像 對 看起來好像 好像要到很多東西一樣 他們說好像 我看起來三年內不能罷工 我爪子被拿掉了 事實上呢 他說 我有個彈書在 這個彈書是沒有用的 不能說他沒有用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協約 不訂這個彈書 也有彈書的效果 這個是他們所謂的下台階 對 我剛剛說其實很多都是官樣文字 對 但是我其實本來我不想去畫這張圖的 因為畫這張圖就是 我明明知道他是下台階 你還去猜他說 53條第三項已經有規定了 第二項已經有規定了 那我現在猜這個下台階要幹嘛呢 那就是因為他們在晚會裡面說 下一個目標會是誰呢 他們說希望西語航空的空服員 可以加入我們這個工會 如果 如果我們還繼續讓他這樣搞下去的話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講 因為他們認為 自認為勝利 這個時候你不打他怎麼辦呢 他們還自認為勝利 對 其實我一直相信說 那這是一種自嗨嗎 我們來看 他們竟然認為他們這次罷工17天 只有簽的是一個勝利的成績單 大家好 我是051的代表 亮亮 謝謝你們一直還在 我想要跟曹操航空說 你們真的惹錯人了 在幹部非常脆弱 被打擊的時候 謝謝你們成為我們 勇敢的後盾 讓我們一直勇往直前 接下來公分的路還很長 我想要說 我擁有你們 我非常驕傲 我愛你們 不管各自要怎麼對自己的同溫層喊話 但事實上 這就是一場沒有贏家的抗爭活動 而台灣又從中學到了什麼呢 好 我們緊接著 帶您來關系的財經焦點是 中美貿易大戰我們曾經講過 那個子彈噓噓噓好不容易躲過了之後 現在日韓貿易大戰正如火如荼 展開啊 而且日韓貿易戰有多嚴重 可能觀眾朋友會說日韓貿易戰有那麼嚴重 很嚴重 為什麼 我們來看一個關鍵人物叫 三星李在榮竟然疾富日本商議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三星的高層包掛家族 李氏家族他們是非常低調的 但是沒大事他們是不會出門的啦 沒有錯 其實中美貿易戰爭喔 是一個全面性好像世界大戰 世界大戰你可以躲得過喔 你不一定是一定受害者喔 但是日本跟韓國就是一個區域性的戰爭 在過去來講我們把它界定為什麼 他可能是亡國滅種 但是經濟戰爭不會亡國滅種嗎 但是會讓你整個產業 整個滅絕掉都有可能喔 所以這次你不要小看 日韓的這一次的產業戰爭 是比中美貿易戰爭 可能他的結果會更加的慘烈 或者的話三星的李在榮副會長 他不會在禮拜天直接的飛到日本去 這次驚動到整個青瓦臺 青瓦臺副總理級的召開 韓國的五大商社要開會 包括三星 包括LG 包括海力士 包括現代汽車 包括樂天 結果李在榮因為他到日本去 他沒辦法參加這個會議 他們現在已經感受到了 他們也先做了一個模擬 這一次日本對韓國三項很重要的 包括半導體面板 以及在所有手機等等的關鍵的原料 化學原料而且是關鍵的 對 這三種裡面兩種百分之九十 他日本他市占率百分之九十 一種百分之七十 韓國這個事情大條 結果他們就做了一個模擬說 日本的第二次如果再加碼的話 可能對韓國的一百種的 日本輸到韓國的東西 他會做一個限制 結果光是由去年日本輸到韓國的 一個十項東西裡面 他有七項 七項都超過 佔有率百分之三十 其中有一個二甲本 他的市占率竟然高達百分之九十五點二 幾乎完全仰在 仰賴日本了 定義是股門都在日本 對 這如果日本沒有韓國就慘了 對 所以這一次我們來看三星李在榮的動作 很多人一定覺得說 阿接德富二代啊 對不對 富三代啊 大家以為他是阿斗 你看錯了 李在榮在三星各部門 遊走實習的過程裡面 他最專長最厲害的是合作跟談判 二零一年賈伯斯的追悼會 亞洲所有的跟蘋果有關係的 只有李在榮受邀 而且他曾經到賈伯斯的家裡去看 所以他這一次說 只要三星有問題 賈伯斯都是第一個打電話跟他安慰的 所以你不要小看 他竟然連他的對手 因為他蘋果 可是他唯一受邀的是他喔 對 他不是他的敵人嗎 他既是敵人也是朋友 而且我們都不知道 李在榮跟蘋果有這麼麻吉 因為他是很低調的 所以據說那一次賈伯斯的追悼會 李在榮的出現讓大家嚇了一跳 對 所以從這一點你就可以看到 其實三星跟蘋果 甚至是跟Google 他們的關係都是超乎我們想像的密切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這一次應該是賢命到日本 我覺得賢哪邊的命應該是清華台 他希望到日本找到一個突破的缺口 因為他在日本有大企業的友人 他日本的銀行 還有他所有產業的負責人 他們希望跟日本這邊達成民間的 看能不能開個小門 還是跟政府遊說 不要把韓國打得那麼慘 當然如果說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因為日本在這個月7月24號 他可能會把韓國從白名單 移除到黑名單 所謂的白名單就是日本對所有 跟他的貿易夥伴裡面 有27個國家叫白名單 就是有關於特殊用途的產品 沒有管制 其實所謂的特殊用品 多用途的就是跟軍事 跟一些科技有關的 那如果韓國今天被從白名單 移除到黑名單 那以後所有牽涉到軍事 牽涉到高科技 牽涉到一些競爭科技的話 你就完全拿不到日本的科技 這是多麼重要的 我們知道其實日本跟韓國之間 有其歷史的恩怨請仇 現在又有商場上以及科技上的戰爭 那麼日本這一次 可以說是非常突然 也算突襲了 突襲式的斬斷這三項關鍵的 化學原料出口到韓國 事情真的大條 所以很多人說他是要殺三星嗎 現在全韓國已經 民族主義已經起來了 民族情緒已經燒起來了 對 現在韓國政府第一個 我要扶持未來的半導體的原物料 我先投資多少 六兆韓元 51.3億的美金 因為我以後我 我害怕日本政府常常掐我的脖子 我要自己來煙花 我們剛剛講的那些上游的原料 自己來煙花 另外你們這些企業如果需要錢的話 一千億的韓元 1.5%的低利率 讓你們去做煙花 這是政府的動作 另外民間就你講的 開始抵制不要到日本去旅遊 不買日本貨 把日本的貨的空盒子 踩在地上 你知道日本去年所有的外籍觀光客 是3120萬 韓國是排名第二754萬 它的佔比是24.16% 佔比非常大喔 那如果韓國人這700多萬不到日本去旅遊 不買日本貨的話 那對日本的影響可能就會很大 我們從汽車就知道 光是去年日本的汽車在韓國賣了多少 5.3萬輛 你知道韓國汽車賣到日本多少嗎 應該幾千輛吧 你估得太高了 我估得太高 300輛 300輛 所以你就知道韓國跟日本 這兩個國家有一個共同的特性 他們對它國產的那種愛國心 是非常強烈的 那當然在韓國五萬三千 其實也不大 我們臺灣買那個日本 Toyota就不止了 它還是本田 還是Toyota 所以這也代表說 其實韓國跟日本之間 那種民主的情緒 如果一挑動起來的話 你要壓下去就很難 這一點可能是他兩邊政府 現在遇到了一個最嚴重的一個考驗 因為你要挑其他很簡單 你不挑其他又不行 我如果韓國人要被你打 那我這個政府怎麼辦 所以我現在抵制日貨 我不要去日本玩 但是問萬一 兩個真的針通相對的話 那事情就大條了 所以目前來講 我們從三星就知道 他這一次受傷有多大 今年的第一季 就一月到三月 三星公佈出來 他賺六點五兆的韓元 也就是五十五億美金 但是跟去年同期來比的話 衰退五十六趴 衰退五十六趴 而且這是第一季五十六趴 五十六趴 這是中美貿易戰爭而已 現在如果日韓戰爭打起來的話 客戶的事情就不是 請你想要好過 所以這一次三星的理財 會到日本去其來有志 但是我們也很擔心 客戶肉 但是我們會不會傷臂斷腿 那麼可能受傷 所以因為三星我們有供應鏈 蘋果我們也有供應鏈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整個韓國民情沸騰 他們有現在一個很流行的海報 No 有沒有 這是日本的太陽 用英文和韓文分別寫著 抵制日本 不去日本 不買日貨 三星剛剛其實憲哥已經談到的財報 財報貨率衰減五十六趴 那是很嚴重 又有日韓貿易戰 那是要怎麼做呢 所以有人說三星其實現在正在為他自己 做這叫什麼 電擊 急救 他準備要一連串的推出非常多的新手機 被稱為三星的機海戰術 沒錯 最近他們動作真的很多 是不是代表說他們業績不好 要開始拯救自己的那種感覺 那他除了在上個月發表新手機 接下來8月7號 重量級的機皇要亮相Note10 那Note10到底亮點在哪裡呢 我今天特別幫大家開箱這支手機的邀請函 開箱手機的邀請函 邀請函有什麼好開箱的 他寄給全球媒體的話 是寄給這個盒子 這個盒子 先看一下它的外觀 這個盒子很酷耶 對 這個盒子有點像中古世紀的感覺 這個繩子還是皮的是不是 對 一個皮的感覺把它綁起來 寄給媒體 邀請函不是只是一張卡片嗎 對 一個邀請函 很特別的邀請函 跟以往都完全不一樣喔 那打開來之後呢 它的外觀有一個比8月7號要亮相囉 然後打開來很特別喔 大家仔細看 我在變魔術喔 打開來看 一打開就講話 對 那它上面這是什麼呢 好 那它除了這個他們的這個總經理呢 這可以看嗎 沒有 沒錯 你可以打開 對 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這看起來像中古世紀的 對 一打開有話說之外呢 仔細看來看邀請函其實很特別 看到沒有 魔法極限親眼所見 什麼意思呢 這次Note10的話呢 其實它這一次感覺 它這支筆啊 會變出很多的魔法 像這個邀請函 這個是一支中古世紀的筆 這真的可以寫嗎 對 這真的可以寫 中古世紀的話呢 這不是一支就是類似羽毛筆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們不會像我們現在的筆 打開來換 所以它這真的可以寫嗎 這可以寫 這個如果你用這個 它這邊有墨水 中古世紀的 中古世紀沒有原子筆 要加墨水啦 好啦 它加墨水 加墨水就可以寫 然後這裡還有設施要換 各種各式各樣的筆尖 接起來的觸感不一樣 所以它就代表說它的筆呢 接下來有這麼多的一個功能 可以變魔術 所以它的邀請函已經透露它心肌 最主要的特色 就是筆跟它的鏡頭的一個連結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看一下 Note10好不好 我們有畫面嗎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Note10的話其實跟這個 它筆這個所顯示的這個預告 是一樣的 就是說它接下來的筆 會跟鏡頭來做連結 那什麼叫連結呢 之前我們有介紹過 所謂的飛時測距 就是你筆拿出來 任何的一個空間畫畫 它的鏡頭馬上就會跟偵測到你的筆 距離你的相關的物品有多遠 比如說你這邊想畫一個禮物送你的女兒的話呢 過一個禮拜你的女兒生日到了 她就會看到你當作畫的那樣的一個樣子 那比如說你想要打電動呢 你的筆也可以變成一支槍 然後任何的一個空間裡面直接來射對手 類似這樣的一個空間 飛時射距 可能是接下來Note10最大的一個亮點 Note10有魔法筆 除了Note10之外呢 它上個禮拜發表的一支很酷的手機 叫做中階手機 你看它又叫了 它敢射對 可不可以這樣不要講話 可以可以把它敢起來 上禮拜發表的這支中階機叫做A80 它的特點在哪裡呢 其實它除了螢幕很大 最特別的是 娟姐你知道嗎 我們之前不是介紹過 鏡頭有所謂的翻轉跟滑蓋嗎 對不起喔 它把它兩個合合為一了 什麼意思呢 C翻轉也滑蓋 我給大家看一下 幾乎仔細看喔 什麼叫C翻轉又滑蓋 當我變成自拍的時候 升上來了 我再試一次 大家有沒有看到 當我再升上來的時候 欸 升起來 又把它翻轉鏡頭 為什麼說它翻轉鏡頭呢 大家看一下我的貝貝 其實它只有 它的鏡頭原本在後面耶 它鏡頭原本在後面 然後呢 當我要自拍的時候呢 我把它叫出來 欸 轉到前面來了 好 出在哪裡 娟姐 後鏡頭的畫素一定是最高的 4300萬畫素 你到你的自拍 也可以4300萬畫素 拍得連你的眉毛 你的眉根髮絲都拍得出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娟姐拍了 拍出來的效果怎麼樣 來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娟姐喔 這也是娟姐喔 這還是娟姐喔 幹嘛 這我們都跑出來 趕快收起來 其實它同時有美肌的效果 而且它的畫質 4300萬畫素 非常非常細膩喔 所以前後鏡頭 都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所以你說它厲不厲害 重點是中階手機 真的拍起來好像少10歲 真的 特別白 特別白嫩有沒有 有 所以它這次中階手機 是上個禮拜 上個月推出的秘密武器 重點是中階手機 2萬塊以內 就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好這個是A80 然後剛剛這個是Note10 那除了手機之外 娟姐 5G不是說華為最厲害嗎 錯 三星公布他們最新的數據 他們的三星的相關的5G的設備 市占率37% 全世界第一 全世界第一不是華為嗎 他們說他們是全世界第一 真實的數字的話 我們不知道 他們公布的嘛 但他們真的有沒有這麼厲害呢 他們最近公布了一個黑科技 給大家看一下 你知道我們打電動的話呢 通常在開車的話 前面是那個電動玩具對不對 他把真車當作電動玩具 他是在另外一個地方 他是遠端遙控 遠端遙控 類似打電動的一個概念 這台車呢 他在甩尾 但是裡面沒有人喔 我們放到畫面給觀眾朋友看 他這一個人是透過VR 在控制這台車 你們看到這台車 完全都是密封的狀態 裡面沒有人 他這人在很遠的地方 在控制這樣 他在很遠的地方 像打電動一樣 不的控制他甩尾 這個有多難你知道嗎 萬一他如果一秒鐘的5G延遲的話 整台車是會甩出去會撞爛的 撞爛什麼關係 那裡面又沒有人 只有車子啊 非常非常危險的一個危險動作 所以他等於說 他的5G可以自豪到速度快跟同步到 這樣的一個程度 只有三星的5G目前能夠做得到 這是他自豪的一個關鍵 所以三星呢 面對熱海貿易戰 他其實也要趕快自救 推出一連串的新手機 包括他也要告訴全世界 他的5G是現在最厲害的 除了三星之外 我們剛剛有談到蘋果 蘋果也在印度貼到了鐵板 蘋果在印度呢 說實在的 他上個月 你知道他賣多少手機嗎 蘋果不是每個月都賣二三十萬支嗎 他上個月只賣了兩萬五千支 所以剛剛憲哥說很慘嗎 所以蘋果據說也要開始推新的手機 沒錯 那蘋果手機來說 在印度之外呢 中國大陸的話呢 他推出客製版的 中國化客製手機 什麼意思 之前呢 iPhone的話呢 有3D感測 iPhone的話呢 有很多的一個功能 他推出一個中國特製版 叫做什麼 我直接呢 沒有3D感測 但是呢 我有指紋辨識 這個是以往的安卓陣營才有 那他取消了3D感測 而且他有雙卡裝袋 最特別的是他的價格 沒有畫面嗎 這個沒有畫面 可是我們有CG 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看到沒有 新的版本呢 叫做沒有瀏海 左邊 右邊這個 這個版本 這個是沒有瀏海 所以這是特別為中國定製的嗎 定製的 他沒有瀏海 他沒有3D感測 你看原來是有3D感測 對 然後呢 左邊呢 他是指紋辨識 他等一下中間呢 這邊有一個類似指紋辨識 可以解鎖的這樣一個概念 這個呢 會結合這兩個 會結合這兩個 打造中國特製版的手機 重點是他還擁有雙卡雙待 你知道中國 雙卡雙待才是重點嗎 對 沒錯 因為中國他們經常都要很多 沒錯 很多卡對不對 最特別的是他的價格 像這個 像iPhone X的話 以往最貴到快5萬塊 你知道他這支價格多少錢嗎 可能是2萬塊到3萬塊 這個可打到很多的安卓陣營的其他手機 可能都插在等耶 因為這樣的規格跟這樣的價格 是非常非常殺的 所以就說蘋果11 馬上也要推出了 不是馬上要推出 已經推出了 在中國大陸的山寨呢 居然推出一個iPhone的11 他到底多像 我先給他看一下 這是他們的網頁 到底哪一個是iPhone的真正官網 捐點你看得出來嗎 我看得出來啊 因為這簡體字啊 這個呢 是他們仿冒的網頁 右邊這個呢 是他們真正的蘋果的官方的網頁 可以說是除了網頁Copy之外 Toro畫面也可以看到 手機呢 iPhone11還沒有出 但是呢 它已經按照完全它的一個 流出來的畫面 做出一支一模一樣的 這個是他們的代言人 對 這個是代言山寨 有沒有看到 除了這個瀏海之外 後面有一個四鏡頭的 一個類似的一個相機的模組 這個是這次 今年9月份可望發表的 像Toro這一支 你看到後面最大的亮點 就是那個鏡頭 它已經推出來一模一樣 iPhone還沒出喔 所以將來的iPhone11 就是長這樣 就是長這樣 重點是 它還加入了5G功能 採用我們的聯發科的處理器 這是什麼概念啊 iPhone我都還沒有出 我要出5G 你就已經有5G了 所以你說 中國大陸的利率 而且它完全不會 它仿冒喔 它的邏輯 它的海報上面說什麼 它說我是虔誠的模仿 細緻到每一個畫素 我都要跟你一樣 所以他們一點都不怕 他們模仿這件事情 所以據說他們有專用貼紙啊 在印度的話呢 你知道他們的iPhone有多厲害 印度人如果買不起iPhone怎麼樣呢 買貼紙什麼概念 像我後面呢 像我這隻如果是三星手機 我要把它變成iPhone要怎麼變呢 透過畫面上也可以看到 我直接撕下來一個背後的貼紙 然後呢 我把後面抹乾淨之後 我這隻是小米手機的話 我把它貼上去 貼上蘋果的Logo 看到沒有 蘋果背後的背後 你貼紙什麼厲害 哇是整個這樣 整張貼紙貼上去 然後類似貼模的概念 誒 說實在的啦 你這個你拿出去啊 如果跟別人說 誒我這隻是iPhone 說實在的 如果我沒有仔細看 我會相信你喔 我會覺得你在 然後再吹風機吹吹吹 吹吹吹吹吹吹吹 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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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你這樣子拿出去啊 你在印度人家說你是土豪耶 你知道 所以說 其實他這樣的方式的話 成為印度時下的年輕人 最喜歡的一個方式 所以這個山寨也有山寨 他們的求生術啊 好我們回來看台股 台北股市來 蔡總幫我們來看一下台股 台股在今天重點是 大力光的法說會 即將就要召開了 對啊 不過這個大力光 今天股價是漲了 雖然6月的營收不好 不過你可以看 他說7月份會回升 大家想蘋果開始拉貨了 因為9月的新機 那這個可能7月 就開始下訂單了 不過我們看到 今年的iPhone 有一個問題 你看一下 明年的智慧機 將升級5G的規格 那大力光主要的 就是貨蘋果 所以 今年蘋果的新機 我個人認為可能銷售是很平平 為什麼 你賣5G的價格 但是你給我4G的手機 所以大家不買單 所以這樣的情況 蘋果供應鏈 今年的拉貨 會像往年那麼熱嗎 有一個很大 問號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大力光的股價 股價在今天表現不錯 因為它11號要舉行法說會 市場是比較樂觀期待的 所以開盤呢 來往上拉抬過了平盤 之後就一路走高 收在 大漲了4.18% 大漲165塊 收在4,115 不過今天台股就是靠大力光 為什麼 今年iPhone的新機只有一個亮點 三鏡頭 加了什麼鏡頭 超廣角的一個鏡頭 大力光跟浴金光 是兩大供應商 所以你可以看台股今天 雖然說盤中一度跌了六七十點 但尾盤極拉 最後小跌34點 我告訴大家 已經是台股 台股已經是雅股最厲害了 剛才憲哥講日韓大戰 絕對不是嚇大家 你看今天 韓國今天跌很多 跌2%多 那我們也來看三星 三星的股價 在今天當然 對啊 就是三星跌了 受到最大衝擊的就是三星 跌了2.74% 還有今天大陸股市 上陣也跌幅超過2% 上陣也跌了2.58% 有一個說法說 這個禮拜 中美貿易要恢復談判 但是 美國可能不見得完全的華為的解禁 所以你看中美貿易戰 日韓大戰 今天台股跌三十幾點 真的是相當的抗跌 這邊有中美貿易戰 這邊有日韓大戰 我們幾乎要被夾殺 所以我們回來看台北股市 我們看日K線 台北股市在今天 算是表現不錯 在亞洲股市 但仍然是一個紅色的十字線 對 連續兩天的十字線 而且又逼近了一個季線 現在季線是開始轉為 稍微的下滑 所以還是提醒大家 這個禮拜 可能還是有一個風險 我覺得他還有可能會去再度的測試這個境線 甚至跌破 因為今天看外資賣超的金額 再度的擴大 所以外資比我們敏感 他可能認為日韓的貿易戰 應該會波及了台灣 賣了73.98億 說到今天盤面 其實另外一檔個股大家最開心的是 台積電看到利多消息 之前我們上個禮拜不是談到 台積電NVIDIA訂單 那個跟他有革命情感的公司 竟然把訂單給了三星 結果在今天有媒體出來說 不是啦 台積電其實沒有丟單 對 上個禮拜 這個是南韓的媒體披露的 南韓媒體披露的 對啊 但是你看 這一定是贏廟 NVIDIA他的執行副總裁出面澄清 三星獨吃這個消息不正確 還是訂單給台積電 那這樣的一個新的消息澄清了之後 大家就今天非常有興趣看 台積電股票能不能漲 我們來看一下台積電股價 但是告訴大家好像今天 我們來看盤中走勢 台積電的盤中走勢 在今天下跌了0.2% 就這個消息出來以後 開盤是先漲的 但是後來就跌回來了 對 慢慢的就跌回來了 尾盤還是有拉 但是拉了以後還是小跌了這個五毛 那為什麼 我認為這個消息是這樣 也就是說 NVIDIA的話 訂單本來都是在我們台積電 現在 極有可能一小部分給三星 但是當初這個新聞出來 是我們以為這個單子就是被三星搶走了 對 今天才知道搞了半天 是韓國先驅報寫的 我要早知道這個新聞是韓國先驅報放出來 就不用鳥他了嘛 對啊 因為這個韓國先驅報是半官方的 並且是韓國勢戰力最高的英文報紙 勢戰力50% 但是韓國的媒體一向都是很不要臉 連西施 古代的西施也是韓國的血統 孔子 這個我們講過了 這是韓國的官方媒票 官方媒體自己說 什麼孔子也是他們的 西施也是他們的 通通是他們的 連王建民跟他們有關係 對啊 最扯的是國父順中山 經過考證之後 他有韓國人的血統 那真的是毀於所思 而且是韓國的官方媒體跟毀於所思 不是韓國的馬路小報 韓國的官方媒體都這種講話的話 我告訴你 他講的先前我覺得就是全部要給三星 我覺得不可能 但是應該還是有一部分給三星 不是錢 所以讓今天台積電的股價沒有出現上漲 不過我們最後看一下盤面 未來幾天要注意一下 這個禮拜緊張 當然199檔的股票要除息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禮拜是超級除息週 光今天你看 研發科跟華碩 真頂 明天的話 研發 漢堂 尚尾投控 然後接著7月10號有數字連茂 7月11號有如虹 友達 星光晶 原相接著11號 逸峰 連勇 群創東洋 當然沒有辦法全部都寫了 有100多家 這個是我們列出來的 比較指標的個股 但是現在的現行姿態最高的應該只有兩檔 一個是漢堂 說這個無城市的 2404 另外一檔的話呢 也是這個銅箍基本的連茂 所以這兩檔 假如他們除息都除得不好的話 有點暗順 這個禮拜這個大盤是有風險的 不過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有兩檔的重量級 蓮花科的一個除息今天天氣 今天漲了兩塊 大盤不好漲兩塊都不錯 所以我們回頭看蓮花科的K線 你可以看蓮花科這一波是創高之後 好啊